指挥中心在16号宣布联雅疫苗没有通过紧急授权审查 让联雅要的股票大跌 而在16号当天指挥官陈时中上广播节目的时候 却还在称赞联雅 股价更一度飙到了207元 现在蓝军炮轰陈时中了 是变成了股票操盘手了吗 指挥中心16号宣布联雅没有通过紧急授权 让联雅要股价大跌惨率 当天从最高200千元天堂 直接掉地域最低跌到100元 重挫超过40% 但当天中午陈时中却还在广播节目狂展联雅 联雅的生产率是非常的好 他们的反应潮很大 生产的量能很高 15号传出陈时中隔天就要公布联雅是否通过紧急授权 陈时中16号受访还称赞联雅 尽管后来被主持人追问是否是好消息 陈时中微微摇头 但指挥中心两小时后就宣布联雅EUA没过关 也让联雅要鼓驾 大瞬间10分钟内大腰战 蓝圈炮红明知道股市敏感 当打官的人怎能随便开口 股市交易时间还可以这样信口开合 他把自己变成一个股市操盘手 那么对股价出现这么大的影响力 那他是防疫指挥官 他可不是这个股市的指挥官 他难道是多头总司令或空头总司令吗 应该要直接约台陈时中 你不要告诉我说一个小时之前 你完全不知道所谓的EUA的会议到底通过了没有 那你故意在节目上放出这样的消息 是刻意要操弄股市吗 这根本就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行为 蓝军炮轰高端被一路开绿灯 狂长林雅雀音一句话狂蟹 把股民玩弄手掌心 关键全载蔡政府 那如果上午听他话的人去买这个股票 一下几乎腰斩 气不气呢 我认为都应该告他 你做一个主管 做一个政务官 不可以影响到市场的 那高端赚很多钱 高端的市值 从30亿涨到700多亿了 政府被质疑炒股又操盘 国产疫苗的生与死 难道全在大观一句话 这张召鹏黎璇台北报道